用世話達手機 不會再這麼貴了 NCC修法從民國一百年元旦開始 民眾用世話達手機 一般時段費率可以調降兩成 而減價時段降幅高達了六成 世話達手機貴 大家紛紛練就長話短說的功夫 多一秒鐘都不行 NCC決定修法 未來世話達手機業務 通通回歸給世話龍頭中華電信 過去曾經因為 為了讓整個市場健全發展 所以把定價權交給 行動電話業者身上 那現在按照這樣的一個國際趨勢 我們希望將定價權 回到室內電話業者身上 未來不論打2G還是3G 只要5.163元 降價兩成一 減價時段更是一口氣 省了三塊錢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們已經打了它10年 然後我覺得它比一半還貴 很好 大概一個月可以省多 我不知道 有一兩百塊 民眾開心減評移 行動業者卻擔心中華電信球員兼裁判 檯面上看不到的錢 會不會也拿進口袋 應該不是獨厚 我們回歸之後 不同業者之間有產生不同的 損益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去橫評整個市場的競爭機制 跟業者的經營態勢 去調整電信事業的調整係數 虛化打手機降價 讓民眾打電話 再也不用分秒必爭 明星玩家 白卓青山 台北報導 stretched到 暫停